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南韩涨 日金涨 恒生涨 大陆稍微小跌 台股也涨 所以你看到台湾股市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多方性的结构 看回不回 所以我告诉你操作态度要积极 你真的要积极动起来 知道我意思吗 我之前跟你讲过了 台湾股市能把英国脱欧公投这根肠椅吃掉之后 有没有 我说它已经变强了 它已经非常的强势了 所以任何拉回要买 没有拉回还是要买 我这礼拜告诉你积极 积极 栽积极 你不要在那边观望 不要想说这个盘会回挡很深让你买 这根黑街棒低点 我在上礼拜就跟你讲过它回不去 不肯回到这边让你买 所以我才告诉你积极来跟我考位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礼拜不建立一个多单 几乎每天进去每天都会赚钱 现买都现赚 当然不是我厉害 超盘水准当然有一定的功力 主要是因为大盘目前的一个强势多方格局 我才有办法达到每天几乎现买都现赚的状况 这是你可以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等 等什么拉回 他都不拉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要梦你 今天八九四四了 看回不回嘛 所以这礼拜我几乎每天提醒你 大胆买 积极的买 千万不要保守 礼拜的风态 这不是双敌吗 又站上颈线啊 进入层面的分析啊 买在右脚的发动点 是不是先买先赚吗 礼拜的风态 你自己对时对价买在143 当天买完之后 小赚 亮灯16.5 礼拜的大赚 寒冬大涨9.9% 礼拜三继续赚 7.5%了 礼拜三 已经涨了20块钱的风态 我说短线不要乱追 我很肯定的告诉你 所以在礼拜四呢 163我卖掉啊 昨天那个讯息啊 9.04分嘛 冯仑台连长四天 163附近先卖一趟嘛 你去对时对价 保证硬成交 这我们昨天的动作啊 所以我为什么在礼拜三提醒你 看我节目不要在 一个短线的高点去乱追 乱追了 我卖了 稍微震荡整理一下 你会短套 你会有一点 比较不甘心的感觉吗 是不是 所以昨天我拔档啊 拔档完之后 今天风态 还有来到164.5耶 如果你真的前两天有追高的 那今天你还可以卖在164左右耶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一个动作 相当的一个奇迹 因为这个盘非常的好赚啊 我没有夸张这一句话 因为真的不太贪啦 所以我邀请你积极来布局啊 四个交易日 十张 是不是20万 翁泰啊 我从143买的 到163卖出啊 买个十张花你143万啊 这样一买一卖不是20万落袋吗 对 你自己看嘛 买进的讯息 卖出的讯息 我都给你对价 四天20万落袋 你觉得这样的揭晓 迷不迷人 棒棒 所以 我在目前台股 抗回不回一个架构 其实轮动性的一个结构 相当健康 它会轮涨 所以一档 最好人在换一档 是不是 所以呢 礼拜二买什么股票 礼拜二可以买力请啊 支撑电高 形态转强 这张股票 我们之前操作过这一段 二月份的时候 我当时二月二十二号 最高二零六 我卖在二零四 卖完之后 这边我都没有动作 这边股价跌到一百一十一哦 几乎打对着 我们没有受伤 赚取应该赚的利润 避开回档的风险 那一档股票 我不可能去摸底 会去摸底的一定是这边就买了 这边继续买 每天买 买到最低点算他们的 但是不行 一档股票避开大跌修正之后 等到它支撑电高转强了 买 OK 绝对非常的安全 所以二零四 高点你有跟我卖的 礼拜二最低一四三嘛 收盘一五六嘛 差了五十块钱 当然可以接回啊 当天买 当天一样会赚啊 盘中工长提嘛 那重点是昨天礼拜四 利勤扭动吗 利勤扭动吗 我说如果有下来要会低接 礼拜二的利勤 很多人可能来不及上车 但礼拜三礼拜四呢 他有没有长 你自己看 礼拜三礼拜四利勤有没有长 都是黑鸡棒啊 我看 我告诉你如果有下来要会低接啊 所以你看一下我对他的后事 是不是看好 是不是看长 我已经画给你看了 如果没有下来还是要买嘛 这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 你才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像样的获利水准啊 给你看 你看利勤大概涨半根吧 涨六块钱了 强不强 前两天他有涨吗 前两天利勤有没有涨 没有涨 我告诉你要会低接啊 不低接 他今天一样会冲上去嘛 所以整个脉络 你可以看到这种轮长的一个健康性的一个结构 相当的活泼 相当的一个健康 相当的好赚 我为什么要一再用这个言语来刺激你 因为我知道很多庙一直在观望啊 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搞不清楚 你看要融资育的一个角度 你就知道吗 我说过嘛 不敢增加 涨 融资不动 横向整理 融资不动 上去融资还是不动 你越看是越来越心酸 你真的堆心肝 你就每天看我带会 每天不停的获利啦 每天做的都会有得起没贪心 这礼拜我们部件的多单 哪一档没有赚钱 包括我们今天部件的几档生计股 有没有现买现赚 所以整一个行情的一个脉络 在这礼拜四 昨天 宜特科广卖 昨天盘中我已经告诉你了 这档股票 做电子检测的 那下半年因为 不管是物联网的一个检测 还是车用电子的检测 我认为它的业绩会越来越棒 所以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六月营收历史新高 年成长率高达39% 这要一个晚行敌 形态昨天是不是突破 量是不是出来 只要过前波高 就非常的精彩 昨天的宜特买了几块钱 10点25分 宜特 六月营收新高 成长39% 形态转强 跟我电视上讲的一不一样 什么是 实际上带会员操作 跟电视上讲的一模一样 我会一档一档做给你看 我就买在125 我不会告诉你 我买在最低点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他也在跟我对死对家 我也敢不可以轻轻说一说的 是不是 所以整个宜特呢 昨天10点25分 告诉我们125买 经过三分钟 现在观众 28分股价几块钱 125啊 你定价125保证一定成交 你记对时对价 昨天的宜特就买在125 买了之后 昨天 盘中有没有亮灯 买了这边啊 这边一定买得到 买了就冲高嘛 盘中亮灯嘛 那今天的宜特股价表现 有没有过前不高 真的过高耶 今天133.5耶 真的过高耶 今天盘中是不是大涨 我们买的股票 这礼拜哪一档 没有让会员欢欣鼓舞的叫好 这盘因为很强 所以你不要记望说 盘有压回的时间让你买 当然如果不小心压回 当然要卡位啊 但如果没有压回呢 指数如果一直涨 一直涨 你要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不行动吗 你看到我们的操作态度 相当的积极 我就跟你说 这盘很好赚 礼拜买风太可以赚钱 10张20万 礼拜二买力请 到今天为止创新高 一样赚钱 昨天买一特 盘中亮灯 今天创下博登经高 一样继续赚 融资业很稳啊 对 晚行底嘛 筹码稳定 当然会冲出去啊 所以在今天台股 遇到 昨天 法国的恐怖攻击嘛 你的心中 又会揪一下 你的一个胆战 你的心跳 可能对今天的盘事 你又觉得不看好了 不好 去的时候 不敢买 落的时候 又不敢买 你是要怎么赚钱 人家有一个句话嘛 电章是他帮电章 你永远没办法在股票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盘很好赚 再度的告诉你 真的很好赚 我们给你一个操作 请你 在目前的轮动性的健康架构 我说 波段性的个股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啦 这一档联军 到今天为止我都还没卖啊 6月27号 营收成长两位数字的联军 支撑你这 邀请你来布局啊 142.5 隔天28号 拇指变盘 即将转折向上 妈呀 最低意识是 妈呀 用拇指变盘转成向上 什么事情讲在前面 让你硬撑在后面 当他长了五天 一根一根棒打下了 你担心的心情浮现了 我告诉你 这个短压会过 短压会过 讲得很肯定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过短压 我说准备走波段 既然准备走波段 当他回档修正 告诉你 即将转折向上 我们的分析 有延续性 我们的一个操作 是走波段 不会因为回档两天 我就告诉你看坏了啦 我既然说会走波段嘛 下来 150还是可以低接啊 一样再买啊 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 隔天 红鸡棒了嘛 我说 配股两块钱 配息六块半的一个联军 因为基期低啊 业绩涨广加 有机会填全息啊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台股的指标股 台积电 配息六块钱 三天就填息了啊 而且台积电的 价的基期还比较高耶 跟联军比较一下嘛 台积电的基期 是不是比较高一点 那联军的基期呢 是不是比较低一点 那比较高基期的 获利的EPS 没有比联军好的台积电 都可以填息了 那联军呢 有没有机会填全息 我的看法很肯定 所以呢 当他礼拜二嘛 填全息之后 盘中已经填息了 红鸡棒啊 那礼拜三呢 是不是打下来 黑鸡棒 我说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啊 该来的行情 它总是会来 亲爱的后妙 一档股票 要完整的 赚完它整个波段 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啊 会员也是一样 这边都有黑鸡棒 对 你看到的是 这边有转折啊 那为什么这边高点不卖 现在再接 那种短线的一个价差 有时候你随便去操作 会影响到你波段的获利空间啊 我当时一支股票好好 让你买买 买到没去啦 你知道我意思吗 真正在股票市场上 能算到钱的 一定是波段式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 礼拜三打下来 黑鸡棒啊 跌了哦 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吗 我的看法不会改变啦 联军这两天不是红鸡棒 那礼拜三黑鸡棒 我告诉你不用担心啦 这是我们真心对待 不管是我们会员 还是电视机观众 所提供给你一个操作建议啊 落下的时候 我跟你说 要怎么做 这样不才有实材 这样不才 真的有在跟你照顾 那不是这样 等到长上来的 不需要我来锦上天花啦 所以整个联军的一个架构 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筹码量价OK 还是有机会填全席 你看看去年度的一个联军 这边啊 一样七月份 除全席 除全席之后 他们拉上去 填全席 答案是有的哦 而且去年度的一个大盘 行情是先下后上哦 比较不好哦 所以对今年度联军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展望 我目前持续的看好当中 在今天的第一个阶段的尾声 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接下来 下一半 什么类股会往上攻 生计股 你要锁定 等一下继续来跟你追踪 休息一下 再会到今天面前场 好痛 请用五分珠 吹几天 请用几天 五分珠 五分珠 好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哦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资讯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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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只能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哦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资讯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移境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下礼拜 生技展即将展开 所以今天的生技类股表现还蛮一致型的 盘是一个脉络 今天指数创下波段新高 那生技股的一个表现还不错 还蛮一致性的 涨了1.2% 大致上来讲 今天盘面比较强的就是在生技类股 包括我们之前也在给你推荐的志勤 今天一样往上冲 今天最高231 我告诉你216我买回 这边217告诉你要布局要低阶 今天已经来到231了 什么是连贯性的延续性的分析 这是同样你要得到的一个资讯 我电上讲股票 是不是会用的股票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体会 如果不是会用的持股 我为什么要持续跟你追踪 是不是 这档志勤 前一趟的操作 卖在239 这趟大概赚40块钱 5月19号我卖 卖掉之后我等了一个多月 从5月19号等到6月28号 等了一个多月当然有代价 止跌了我才买 止跌了我才接回 这我们的一个动作 6月28号 智勤216接回 当时股价还没动 我告诉你可以买 因为八天只跌 高点你有跟我卖 跌了二十几块钱 你当然敢跟我接 你买回的账数变多 现在又上去了 你的一个绩效是越来越好 你的资产是不断不断的往上扩增 这是我们的动作 6月28号 当然要接回啊 接回之后 他有没有上去 他上去之后回档 7月4号 最低217 你以为我买进的家费只差一块钱 我明白告诉你把握低接 这礼拜三 最低又是217 智勤 我说在压缩随时会喷出 我们的一个操作建议是如此的明确 我不希望 看我的电视机的观众 你胡乱去追高我的股票 所以为什么我在 前天告诉你风态不要去追 该把档我会把档 你追在一个短线的高点 会浪费你的知情效用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呢 看了那么多档 我们操作一个绩效的过程 我希望是下一档 我买进的股票同时 你同步来掌握 那个第一个时间安全的进场点 这样对你来讲操作比较稳当啊 买在相对低档成本比较低 你敢跟我中压吗 所以知情你自己再看一遍 6月28号 216接回 7月4号 达到217 低阶 礼拜三 又来到217 告诉你压缩随时会喷出 有没有讲对 礼拜三 它动了吗 你看到是很丑的K线 骨架都不动 我告诉你会喷出 讲完之后礼拜四 涨五块钱 我说意识到了 清隆老师的诚意到了 这是我们大方送给你 一档机油性的一个生技股啊 所以亲爱观众 你不需要打电话进来问 说 老师 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档股票 赚到钱 再来入会 你有这样一个心态 你就不要打电话进来 我讲过了 从我实施不二价以来 我给会员的成果是最好的绩效 不二价就是不二价 我不会给你定很优惠的价格 或者价格打折打折再打折 我们价格就是一致性 不管你什么时候参加我会员 会会多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对新旧会员比较好交代嘛 大家的入会门槛是一致性的啊 所以我们给你一个绩效 也是一致性的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需要 打电话进来说要什么送股票 因为送股票的一个老师 你看其他台很多嘛 大家都送你股票 送你股票你敢敢买 不用花钱的最终你不知道吗 人家送你的股票 你不用花钱你敢中押吗 所以我们带给会员的这些股票 哪一档 没有让你产生一个可观的财务出来 光是丰泰这里拜四个交易日 买个十张二十万 费费应该绰绰有余啊 四天就贪回了 接下来跟我继续赚下去 出的都是股票的啦 是不是这样 所以质情在礼拜三 我告诉你压缩会喷出 礼拜四涨五块钱 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啦 今天一个质情呢 有没有继续往上说 最高二三亿啊 连续拉了两根红鸡棒 二一六二一七很好买 今天二三一 买个十张十几万啊 就是这样赚下来的啊 所以生技股在下礼拜应该会有亮丽的行情 你真的要积极的把握 买进买进再买进 这档生技股 7月6号 抗感染新药或大陆药证的机油股 外资为什么买 因为它大陆有药证啊 开始有收入 有全月金啊 这是哪一档 太景 四一五七的太景 7月6号 我说买进比大盘强势的生技股 7月6号的大盘跌几点 你还记得吗 7月6号的大盘 这一天是不是跌了140点 7月6号的一个 太景表现有没有比大盘强 没有错吧 当天大盘重做 买太景 7月11号它是往上走高 我说有压尾是再度上升的机会 就是太景 结果隔天它摸下来 隔天它摸下来 12号太景 是不是跌下来了 跌的时候你不买 它就会冲高 今天 今天一马当先 冲出去了 盘中 差一点亮灯 从我买进到今天位置 高低点十几% 将近20% 再来回顾一下7月6号 是不是太景 最低28.3 收盘29.8 当天我买在29.3 12点15分 当中大盘跌了128点 抗感染性药或大陆药针的一个太景 表现比大盘强势 29.3附近买 12点15分 经过两分钟 17分股价几块钱 29.2 你去对价 我就买在29.3 保证您成交 买了当天收29.8 是不是买现赚 11号 冲高最高30.85 有压回 再度上车机会 有压回要上车 因为 线下还会再上 礼拜二 有没有压回 有没有压回 第一点不买 它就冲出去 今天的太景 来到波段高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今天告诉会员 太景 一样再买再加码 为什么可以再加码 今天的量了 已经9000多张了 新天量 一亮先加情的概念 太景一定还有高点 所以今天 当然要再度的上车 再度的加码 这是我们的积极态度 我希望一档股票 如果看对了 那种获利的陈述效果 由我这边来指导你 我相信我们给你一个 操作的一个态度 所给你的一个 利润的空间 是相当的丰厚 升级股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综艺 今天礼拜五 9点27分 形态突破转强 28以下就买进 艾滋病的一个 用药的综艺 今天表现 其实很强 形态有没有突破 形态一突破 我就会卡位 今天买进的位置 大概在226 你自己对时对价 26买 目前231 现买又现赚了5块钱 所以 行情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程度 所带给你获利空间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拨真的没办法 我们这礼拜布建的一个多单 哪一档股票没有赚钱 哪一档股票没有大赚 所以下个礼拜 生计展的一个到来 生计类鼓的强势表态 今天大胆来跟我卡位 利润 清隆老师负责带给你 所以如果你也还有任何需要 服务地方 不要客气 把你问题让我知道 清隆老师负责帮你解决问题 进而创造未来的破断行情跟利润 明天见 本国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02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02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 北多数位有线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起사 中文字幕并且谢 收集中文字幕并且谢